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裡是香港一條馬路後面的森林 住了一隻狸猴叫毛毛 還有她的爺爺 這個故事是發生在萌萌的朋友 蟲鼠女生日之前 萌萌想送一份特別的禮物給蟲鼠女 《垃圾的來源》 好痛啊 爺爺 萌萌, 你在幹什麼? 蟲鼠女明天生日 我打算在我的寶庫裡 找一件寶物送給她 對呀, 我有紫波波 有橙色的盒子 還有很漂亮的膠瓶 萌萌, 其實你這些寶物 在人類叫垃圾的東西 是他們不要的物件 垃圾 以前我們居住的地球 美麗又乾淨 可惜人類不斷發展 產生了很多垃圾 令地球不再美麗了 那人類是怎麼產生垃圾的 讓我帶你去看看吧 垃圾一部分 是來自人類住的家居 他們吃完東西的袋 雙元的廢紙 或者當物件舊了, 殊壞了 不想要的時候 就會把它們丟掉了 還有很多地方 會產生大量的垃圾 例如酒樓食肆 或者建築地盤 還有一些垃圾你沒見過的 是甚麼 就是太空垃圾了 過去這麼多年 人類對太空進行探索 已經遺棄了好幾萬件的太空船 或者人造衛星的零件在太空上 這些就叫做太空垃圾 太空垃圾很可能對星空的太空船 或者人造衛星產生危險或損害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去清掉它們 太空垃圾就說難清理 但就算在地球上 垃圾本來應該棄著垃圾桶 但仍然有人亂把垃圾丟在地上 河流或海上 每天在街上或海上清理垃圾 都有好幾十噸 青雲垃圾 爺爺 我以後多些收集人類認為是垃圾 當自己的寶物 那就不會影響我們的環境了 為什麼會這樣? 我的寶物呢? 它在哪裡? 為什麼會沒有曬的? 毛毛 松鼠 剛才我明明把寶物放在這裡 為什麼會不曬曬的? 是什麼寶物? 放在這裡和那裡有很多東西的 蠻蠻綠色的呢? 我看不到你的寶物 但是剛才就看到一些蒙面人 拿著一袋、二袋、黑色袋 走了 蒙面人? 我的寶物被蒙面人偷走了 毛毛, 慢著 松鼠 他們是不是戴帽子 和拿著一些像棍子的東西的? 是呀是呀 毛毛 我想你的寶物並不是被人偷走了 而是被人類當垃圾般清理了 那哪裡去找得迪 嗯 我有點頭緒 我帶你去找找找 每一天 垃圾會首先送到垃圾收集站 垃圾會首先儲存在這些垃圾桶 讓垃圾載來送她們跑 這些垃圾桶有輪子的, 為甚麼 因為這些這麼大的垃圾桶 裝滿垃圾之後是非常重的 垃圾桶有輪子就可以很容易移動 然後每一天 垃圾車會到垃圾收集站收集垃圾 垃圾車裡面有特別的裝置 這種裝置能夠把桶舉起 垃圾就會傾倒在垃圾車裡面 這樣收集垃圾就會快很多 而且垃圾會再被壓扁 這樣就可以令車多裝垃圾 這輛車這麼有趣 這輛叫掃街垃圾車 專門用來清潔行車的道路 因為路上有很多車走來走去 這樣清潔就會比較安全 這輛車有喉管可以吸走垃圾和樹液 而且還會有強大馬力的賊 去清洗露面 爺爺, 趕了這麼久 究竟我的寶物會去哪兒呢 你的寶物最有可能是 被清道夫清掃街道的時候清理了 清道夫的工作 包括清掃街道, 收集垃圾等等 清道夫會把收集回來的垃圾 送去垃圾收集站 那就是說, 我的寶物已經送走了 垃圾處理 人類太好糊了 竟然搶走我的寶物 無毛, 你的寶物其實是人類製造出來的垃圾 人類是有責任好好的處理它們的 如果不是… 哈哈, 無毛 大飛雪姨 飛雪姨, 很久沒見你這麼開心的笑 對啊, 這麼早上有人來清理附近的垃圾 令環境變得美麗 令我再次呼吸到新鮮的空氣了 毛毛, 你看 人類要好好地處理垃圾 才可以令大樹依依 跟我們的同伴生活快樂 那剛才人類撿走我的寶物 不是, 撿走垃圾之後 又會怎麼處理的呢? 毛毛, 剛才垃圾車由垃圾站 接走垃圾後 垃圾會運到垃圾轉運站 垃圾轉運站的作用 是集合不同地方的垃圾 再將它們壓縮 然後裝有一架很大很大的垃圾收集車 垃圾收集車 會將垃圾運到一個很大的場地 這個場地是什麼地方? 就是叫垃圾堆填區 真是很大 垃圾收集車抵達堆填區 會先進行磅重 然後就會駛去傾射區傾倒垃圾 這裡其實可以叫垃圾墳墳 每天人類都有數以千公噸的垃圾 送入堆填區 壓成一層一層, 碰在地上 有些垃圾像蔬菜般會負爛 但這些來自動植物的垃圾 自然分解之後 就會排放氣體和污染的液體 如果有雨水滲進來 污水就會滲透入泥土裡 進入地下水道或河流的話 就會危害人類的健康 所以堆填區都以安全為風式設計和建造 持有很多層合成的黏土或塑膠 覆蓋在整個地面 由於持有防滲透的漸層 在堆填區裡產生氣體和污水 可以收集和處理 防止未經處理的污水 流出堆填區外污染環境 不過其實堆填區也不是只有垃圾 還可以由垃圾產生有用的東西 怎麼又好用哪有用 就是用堆填區氣體處理裝置 垃圾在分解中 會產生大量堆填氣體 這些又叫做沼氣 沼氣會很容易爆炸 吸入對人體會很有害 所以要妥善處理 但另一封面 沼氣由堆填區抽取出來 經處理之後 可以作為燃料作發電之容 另一種處理垃圾的方法 是運去垃圾墳化爐墳化 這樣就可以縮減處理垃圾的空間 同時墳化爐在燃燒垃圾的時候 能夠產生能量來發電 但燃燒垃圾的時候 會放出各種有害的空氣污染物 所以香港有很多人 對於是不是興建墳化爐 有不同意見的 循環再造 爺爺, 剛才我在垃圾桶裡 收集了很多垃圾 我準備重建我的寶庫 又可以讓環境變得乾淨 你說是不是很好呢 毛毛, 慢著 你先聽我說 毛毛, 你把垃圾收起來 是不會讓環境變得乾淨的 反而會讓大鼠姨姨越來越不健康 是呀, 要讓我們更健康 最直接的是減少垃圾 減少垃圾的方法 就是想想如何把垃圾再生使用 把垃圾再利用資源回收 什麼叫資源回收 因為原料遲早有一天會用完 資源回收在製造新物件的時候 可以折省很多原料 例如玻璃瓶和金屬罐的循環再用 比起再製造新物件, 省了很多 資源回收, 也可以減少墳化爐 和堆田區造成的污染 和令堆田區沒那麼快填滿 資源回收有這麼多好處 我們就把垃圾全部拿去回收吧 其實垃圾都有很多種 並不是所有垃圾都可以回收 那有什麼是可以回收的 可以回收的垃圾 包括有紙張、汽水罐、玻璃瓶 塑膠、衣物、電池、電子產品等等 都有很多, 那不可以回收又有什麼 不可以回收的垃圾 是指完全沒辦法轉變成 可再使用的資源 例如發泡膠吧 爺爺 我決定以後都不會再收垃圾 會好好地回收它們 讓它們可以重生 毛毛, 你真是乖 其實要有效地循環再造 最有效的方法是源頭分裂 源頭分裂 你有時會看到一些很特別的箱 通常有不同顏色 這些箱叫做收集箱 人類可以把舊報紙、金屬罐和塑膠瓶等等 放入不同的箱 讓清潔工人來分裂回收 這些就叫做源頭分裂 那源頭分裂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如果就這樣把未經分裂的垃圾 放進垃圾桶裡棄置 當這些垃圾運到堆田區後 就很難再回收再用了 我明白了 但是回收的資源又會去哪裡呢 當資源垃圾送到各回收點後 會先分裂回收 例如人類不要的家庭電器 會送到回收廠 回收廠會將可以利用的部分拆下來 回收再用 而廢紙和不要的紙板 會送到回收箱 在那裡進行分裂和打包 然後送到紙廠去製造環保紙 然後在人類煮食過程中 或者吃完之後產生的 叫廚餘 它們會經過除臭、發酵 和虛除雜質 然後就可以用來做堆肥了 如收到的玻璃瓶 在玻璃工廠裡 可以用其他物料混合再融在一起 變成新的材料再循環利用 例如這些環保磚 另外,如果有大件的物件 例如舊架絲或裝修廢料 人類規定這些大型物件 要放進特定的收集箱 如果把垃圾倒在不應該倒的地方 那就叫做任意傾倒垃圾 這種行為會污染環境 和違反了人類的法律 這裡是哪裡來的 這裡是一個叫二手回收中心的地方 人類將一些有用,但不需要的物品 例如舊衣物、書本和玩具等等 送來這裡 讓有需要的人將它們買走 有用的資源 就不會白白送去堆田區了 送什麼 送什麼 松鼠,生日快樂 毛毛,你來了嗎? 這麼漂亮 我用了人類不要的包裝紙 做了一束花送給你 謝謝你 毛毛,你真是乖 人類社會不斷鼓出消費購物 會製造大量的垃圾 他們如果可以減少商品不必要的包裝 把垃圾分類再造 才是真正的愛惜環境 是啊 我們住的這片森林 和人類住的城市 都需要大家好好珍惜和愛護 才可以大家共存下去 所以,各位小朋友記得要 愛護地球 喜歡的藍色 跟藍色的藍色 可以看到 頂流 與藍色的藍色 所以,我們會看到 封面人的藍色 在藍色的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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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藍色的藍色 藍色的藍色